當你跟男朋友的媽媽 兩個人在互相咆哮的時候 男朋友的態度是怎麼樣 不好意思 他在旁邊觀戰 正常 而且他還講了一句話說 讓我整個就活就起來了 他跟我說 你知道嗎 你媽媽這個算是 我媽媽這個叫做輕度颱風等級 他這個還沒有到強烈颱風 我心想說這是什麼概念 你應該要站在我面前 擋著你媽媽 因為他媽媽差點要拿東西要砸我 對 他就說沒有 我媽媽就很正常就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會覺得非常的生氣 但是我的目的就是想要把 這個債務好好地釐清 所以我後來就請了 因為有法胡律師 然後就請他來去做一個免費的訴訟 結果你知道嗎 我還幫他協助打掉了 將近三百多萬的債務 那男朋友應該很感謝你 很感謝我 對 當時這個狀況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這十多年來幾乎好像都在拯救很多的男人 這個男人後來就跟你結婚了嗎 也還沒有 因為後來也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我發現我不想要有這個婆婆 對 正確 我覺得 你竟然對這個事情有感受 終於自救了一次 不然以後更慘 對 這個絕對沒辦法 這個是絕對沒辦法 對 所以我覺得遇到這種事情 他跟他媽媽還是有在聯繫 那這輩子我覺得不可能 什麼叫他媽媽 他跟他媽媽還有在聯繫 他母子怎麼會不聯繫 沒有 他們家很特別 他們家 他們媽媽 他們其實是全家是有點家破人亡 這個又是我的聖母情節又出來 小時候爸爸大概六年級的時候 就是腸癌過世 然後哥哥呢 離家出走 生死未明 你哥哥 他哥哥 他哥哥 對 然後他媽媽呢 又在 又在就是玩股票 玩起貨 賠了上千萬 他從來沒有吃過一頓年夜飯 是 對 所以他的年夜飯 都是在我家吃的 對 所以我覺得我那個聖母情節 想要去拯救這個孩子 而且這個孩子 他比我小很多歲 是 所以我覺得我感覺上 有一種替補償的情節 所以你是德雷莎修女 但還沒有那麼偉大 但是那時候就看到他的家庭的境遇 是這麼的糟糕 我覺得我要扶他一把 而且重點是 我要扶他一把 而且重點是 我還講了一句話說 我要讓那個債主後悔 結果你知道就果真 那是我們的那個官司打贏了 結果那個債主 這真的有打電話給我 他說楊小姐 不好意思 我們還有一些款項 可能需要你簽名 你可不可以請你的男朋友 幫我們簽名 這個這點就麻煩你幫助 幫助我了 不好意思 他才求你了 對 求我了 那我跟他說好 你要我簽名 請你把這三年來 你把他的扣的 那個薪水全部給我還過來 他二話不說 馬上把錢全部還過來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會覺得 他來求你的時候 那種心情 對 沒錯 好爽 成就的 那時候真的很爽 因為他跟我說 我怎麼樣一個女人 一個弱女子絕對搞不定 而且也沒有請律師 好 說沒關係 我就做給你看 什麼樣的人會形成聖母情節 我覺得他內在有一個很獨特的 就是說他的心理狀態 常常會跟他下的指令有關 他會給自己下指令 他會說我發誓一定要把這件事情搞定 我要這個債主道歉後悔 然後我要扶他一把 所以他的想 他的那個從 我現在因為不曉得他從小成長的歷程 但是我是會看到他的想法 會讓他覺得他一定要證明自己的能力是強大的 那另外一個他其實是 有辦法拯救人的 對 對 拯救者 其實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優越的位置上 我可以救你 所以我的能力比你好 我的地位比你高 所以某個程度 越是有這種極端的 要去拯救別人的人 就是拯救慾望越強烈的人 其實他相對的控制慾望於越強烈 所以你之所以會放棄你現在這個男友 其實是因為他媽媽 你會覺得他媽媽可能不在你的控制範圍內了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哪東西要打他呢 對 其他的話 他覺得他們是血緣關係 那我可能沒辦法去超越血緣關係 他才有可能退出 不然他會繼續救下去的 然後他只要 所以他婆婆救了他 不是 婆婆 這個男友的媽媽救了你 那他真的啦 我覺得他會看一個人歷程 他會看到他小學六年級 爸爸就離來過世 哥哥離家出走 媽媽不斷地製造糾紛 這些症的就非常會吸住他 所以我其實會覺得他 越破碎的 越他就越那個 對 因為是我這樣說 希望你不要難過 就是說他越是心理不健康的 越吸引他 他有吸引心理不健康的人之特質 不一定是什麼症 而是心理破碎 不健康 黃偉禮心理健康嗎 我也不知道 要有 立任女朋友去舉證 他有這種 會吸引他去拯救這樣的人 那你有想 你現在好了嗎 我現在有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還必須得承認 就像醫生說的 我其實一直都有一種 拯救者情節 然後我覺得 我這個拯救者情節 其實可以歸咎在 我十多年來的一段婚姻 我的失婚 我覺得我對不起我前夫 所以我會覺得 這十多年來有點在還債 你懂我意思嗎 我遇到這些渣男 或者這些對我不好的男朋友 我覺得我都是因為我做錯事 對 我後該 所以我要去負擔 我要去負這些責任 所以他潛醫師裡面 他在懲罰自己 對 他一定 他遇到這些不好的男性 其實是對前夫的一個愧疚 潛醫賭罪 然後你就要懲罰自己 所以這健康的愛情 你你不會要的 你就是要把自己 放在一個受苦 被處罰 然後去感覺 拯救 對 去拯救他們那樣子 所以就更可以理解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說 你是怎麼樣覺得 你為什麼對不起前夫 所以你後面才要付出這些代價 好 因為我當時那時候 我在三十五歲那一年 其實是因為剛好 我在外面認識的男生 那我自己等於是我自己 精神外遇 後來就被我男朋友發 被我老公發現了 那時候結婚幾年 那時候結婚七年 七年 你們有小孩嗎 沒有 我們沒有小孩 那那時候其實我自己也很混亂 因為我的前夫 是我第一任男朋友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男女之情 然後外面的男生又追得很情 那我那時候是跟我前夫說 你可不可以好好讓我考慮三個月 可是我真的覺得 那時候還蠻可惜的一件事 我跟我前夫沒有去做 所謂的婚姻諮商 對對對 然後我前夫就在兩個禮拜內 就遞出了那個離婚協議書 然後那時候還叫我媽媽 跟我爸爸簽字當證人 那時候只是講得很簡單 是說半年後可以再結婚 那你的前夫對你好嗎 他非常好 那非常好 你為什麼會所謂精神外遇 他有一些控制的部分在裡面 就是我那時候三十五歲那年 包含我那時候想要減肥 讓自己更看起來更年輕 然後甚至是穿著打扮 因為以前我穿著都是T恤牛仔褲那樣子 比較中性的打扮 我那時候想做一些打扮 但是我的前夫就一直在限制我 他跟我說小岸你在家 好好的就跟苗咪在一起 然後我就上班賺錢養你們就好了 可是那時候 我一直很希望自己 這樣是疼你吧 是疼我沒有錯 但是就感覺有點像是一個金絲雀 被關在一個籠子裡面 什麼都不能做 因為我住的地方 甚至連我的同學都不能來看我 為什麼 因為他說那個房子就是屬於我們的 你的同學就只能到來賓 來賓休息室那邊 那這就有問題對不對 哪有什麼朋友同學不能來的 對 他就只能到來賓休息室 甚至我媽媽那個時候只是開玩笑 剛買了一個新房子 我媽媽就說你打一副鑰匙給我 有空的話我會來幫你們打掃 我媽媽說話這個純粹只是一個客氣 結果沒想到門一關 我的前夫臉就變了 他媽媽跟我說你敢打一副鑰匙給你媽 你給我試試看 你打兩副啦 那他媽媽有嗎 那婆婆有嗎 鑰匙 沒有 都完全沒有 他才是孔子 你怎麼只問婆婆 對 他整個是 都要了解 對 婆婆是出家人 就是在南部 對 所以他就是完全的就是 把我的關心在裡面 所以他其實沒有對你很好 你那個罪惡感可以解除了 他是把你限制 他切斷你所有的人際關係 但是他就是會給我錢給我生活費 然後要我跟他 要豢養你啊 對 所以後來很多同事本來以為說 這段話應該可以維持 但聽了我兒子的故事說 他跟我說小翰我覺得你不是他太太耶 我覺得你比較像寵物 對 就是另外一隻貓被關在一個家裡面 動物園 世界上動物園的獅子 都有被做民調 真的嗎 因為那些獅子 看到野外的獅子就很羨慕 他們希望到野外去 他們不希望被關在籃子裡 野外的獅子 因為要追 要打獵 很辛苦 常常餓好幾天都吃不到飯 所以他們也很想到裡面 每天都有人供養 對 那後來呢 調查結果你猜誰贏 誰佔多數 應該是野外的 對 自由 自由 自由太重要了 你寧願自己餓肚子 你也要自由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老公這樣怪怪的 就是他限制你了 對 那後來就離婚了 對 後來是他提出離婚 當時我沒有想要離婚 那你講那個精神外遇 是怎麼樣叫精神外遇 那時候也是因為在家裡 剛好我就是我離開了 那時候現有的工作 他就跟我說沒關係啊 你這在家 因為那時候我準備要懷孕了 你這家備孕就好了 我就上網 你知道那時候有很多那種聊天室 像雅虎 情謀聊天室 我就剛好遇到了一個男生 那我三不五時 就是會用那個通訊軟體 那時候還是MSN嘛 就是聊天 對 對 對 然後後來還有就是我們可能 有會通上電話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甚至還買了一個高鐵的車票 因為他住臺南 我有去看他 結果我這個人就很傻 你知道我們太純情了 把每張高鐵票都會放在一個票價裡面去做紀念 結果沒想到就是被他發現 你老公發現了 你怎麼買那麼多車票 對 去那裡 對 對 然後他 集美博物館 也去太多次了 對 集美博物館收藏很豐富 對不對 不能一次看完 對啊 而且要台江公園 對 所以後來他看到這件事情之後 他只是跟我說 我給你點時間考慮 那我就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久一點 我讓我回娘家 因為其實我跟他在那段婚姻當中 我其實是沒有機會回娘家的 對 我大概就是娘家吃個飯 屁股還沒有做熱就要走了 木榨動物園 環境是不錯的 待會兒我們先休息一下 真好看